自5月11号开始 雇员公积金局开放第三个户头 让会员可以把第二户头的存款 转入这个灵活户头 本台采访团队今天走访 位于吉隆坡的公积金局总部 发现想要申请提款 或了解详情的民众络绎不绝 不过大部分人认为 如果要动用退休金 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 否则必须三支 根据最新规定 从5月11号起到8月31号 雇员公积金局开放第三个户头 让会员可以先从第二户头 转账一笔初始金额 到这个灵活户头 完成申请程序后 就可以提取存款 尽管民众可以通过 KWSP iAccount手机应用程式提出申请 但根据本台采访团队观察 在政策开跑一个星期后 不少民众还是选择 亲自到柜台办理手续 受访的民众表示 增设灵活户头 让有需要者有选择的机会 在无需依靠借贷的情况下 先解决燃眉之急 看来我们这边拿了 因为是国家们 没人需要用到钱 而且就不用那么担心 跟银行借钱那些 我们生病还是要用到什么钱 没有钱也好 但是你确实可以用回自己的钱 那些民众认为从灵活户头提款如同即时遇 让他们可以在当下应急 不要拿去看去玩 拿去什么那些 要否自己要处夕的样子 要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百物涨价 生活压力随之加剧 民众也希望 除了这个应急方式 这副业的多聆听名义 改善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 左手的钱转入右手 不是长远之计 经济学家提醒 不要把钱错误用在短期消费 或当作每月收入 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后 还是要做好未来的财务规划 马西社电视 廖宇飞采访报道